大家好,那歡迎收看這次的待會玩具開箱,我是Jeky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歡迎幫我加入訂閱,那有不錯的影片,幫我多多分享 那首先我們來介紹呢,這次是一個還 蠻 惡趣味的一個東西啊 好,你可以看到 他是一個Star Wars裡面的黑武士,那這是他的 外盒 然後呢,背面你就可以看到介紹,其實他是一個 放牙籤棒的盒子 那買了之後呢,我才有一個深深的感想,本來覺得蠻酷的啦,然後就買了 那買了之後,深深的感想就是 我家根本沒有牙籤,而且我自己也沒有在用牙籤 那我到底買牙籤的盒子要幹嘛呢,而且他又是一個 很高級的牙籤盒,怎麼說呢 因為他要1000出頭 就是差不多1300塊 那1300塊的牙籤盒呢 其實你買牙籤可以踢到死啦 但是 好吧,為了惡趣味,所以買了他,而且我相信他不會只出黑武士,他可能會出 很多隻角色 那再來呢,這個是大概介紹啦,然後 手的部分就從這邊蓋子打開之後,你可以把牙籤放進去這邊有講 然後再來他有附一個黑色的劍柄 就是如果你不放牙籤要純粹當轉式 展式的時候,你可以把劍柄放上去,但 為什麼會是附黑色,應該是紅色才合理啊 好 這個就不討論喔 然後再來呢 後面有一個按鈕去Switch他 好,去搬他呢,他就可以把 牙籤 弄出來 好,那這就是你看到的 外觀喔 好,那我們把他拿出來,旁邊放了一個星戰的角色,為了讓大家 去比較 這隻大概的大小,旁邊的星戰角色是十二分之一的 比例喔,所以其實比他 高貴之的時候跟他差不多啊,你可以看到頭差很多,所以 這個牙籤盒沒有多大 那這根黑色的棒子呢,其實應該把它塗成鋼彈的紅色 那裝在這裡呢,就是當作是 展示,但是 你買了就是要用的嘛 所以呢,應該也不會 放一個黑色的棒子當展示,真的要展示也是 就是 放一根牙籤吧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外觀,我們就把白兵先 拿走了 那他外觀呢,快速的旋轉一下,其實 後面就一個按鈕 那這個扳的旋鈕呢,就是 可以把牙籤拿出來,那其他呢 可動的地方當然就是這隻手,因為扳動的時候這隻手會來這邊 拿牙籤,然後地台呢是一個 帝國軍的一個 形狀 好,那這個就是他的樣式了 那 牙籤可以擺放的地方呢 在上方這個地方 好,我們把這邊拔開,你可以看到上面可以放牙籤 那看起來應該可以放個 應該放不下20隻啦,可能10幾隻 所以呢,他算是非常少量的牙籤盒 就是 後面的容量看起來好像 還蠻大的喔 可是實際上 他可以擺的空間並不多 那接下來呢,就是如何讓牙籤出來 就是去搬 搬後面這個旋鈕 好,那這個旋鈕呢 基本上他不會自己回彈喔 所以你在搬的時候呢,就是要搬過去搬回來 那你把他搬過去的時候呢 盒子就會打開,可是他牙籤有點卡到,你要稍微搖一下 然後牙籤就掉了 你可以看到他就會拿住 然後搬回來的時候你看他會掉 然後卡住 然後再搬回來 好OK,那搬回來的時候一定要慢喔 不然他就變成飛鏢,不是牙籤 怎麼說喔 好,我把他拿出來 你如果搬快一點 有沒有 他就會掉 所以呢,這個是 不太人性的牙籤盒喔 我自己試了很多次喔 就是 沒有成功過幾次 除非你要非常有耐心的慢慢搬 誰拿牙籤的時候就要慢慢的拿 然後再慢慢的放回來 然後他還掉,慢慢的拿慢慢的放回來 他就成功 那如果你慢慢的 搬過去呢 有點卡住 搬過去夾到 放掉 有時候這樣一甩 牙籤就射出去了喔 他就變成是暗器 所以呢這個 真的是 就是 四倍公半的一個東西啦 純粹就是為了好玩喔 那 完全不建議大家買 所以呢,大家如果 有興趣的話呢 就買一般的牙籤盒吧 不要 一般的牙籤盒 不要刻意買這個黑五四 除非你對星戰真的很有愛 好,再去買這個 那最後呢 謝謝大家 收看這一次的大人玩具開箱 也希望大家可以關 期待大人玩具開箱的新品介紹 那有任何需要預定的商品 或是需要配合的廠商 都可以與我聯絡 那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次 二趣未知搞笑的 黑五四牙籤盒 一支大人玩具開箱